高息股硬扛指数异域合为 临界点即将到来 主力骗人的小心思不得不防 那么这两天的一个盘面 大家看盘的时候应该都感受到了 它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个个股其实不是很强 昨天的话一度是3000多只股票下跌 然后宁静尾盘的时候出现了一波上涨 稍微打回来一点这个局面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个股到目前为止的话 也是跌的多涨的少 而且的话涨幅较大的 大于3%5%的个股数量 其实并不多 那么之所以出现指数不怎么跌 但是个股普遍和之前比 并不太强的一个信号 甚至可以说最近一两周 一周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个股这一块的话 其实都不是具备太强的 尤其中小盘这一块 其实不具备太强的一个转天效应 究其原因的话 就是这里就这段时间 这个上证50指数 它是走的比较强的 尤其是在这两天 我们我们看上证指数 它在这里见底 在这里砸完之后 已经1234567 今天是属于上行周期的第七个交易日了 它相当于它涨了七天 现在中途有所有一些阴线 但是整体上它是涨的 那么这个上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前半部分 前面这四天 前面这四天 它是涨低位大盘比较多一些 涨赛道股 涨白马比较多一些 所以在前面涨的这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感受不到整个盘面个股 和现在那么分裂 那么割裂的 但是随着进入到后半段 尤其是在昨天和今天 这个昨天和今天的涨的是什么 是高西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高位大盘股比较强了 而此时低位大盘就比较弱了 而我们知道低位大盘和中小盘的话 中正一千指数的基本是同步的 所以一旦高西股开始拉上证50指数的时候 那么整个盘面的一个赚钱效应 就急剧下降 下降 昨天的话是银行股拉指数 今天是煤炭石油拉指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主力资金这几天 不断的去启动高西 去硬扛指数 它到底想干什么 也就是意欲合为 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当然了 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基于盘面的一个理解 那么有对有错 大家仅供参考 好吧 那么我个人觉得的话 它有一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我认为最大的一种可能性 第一种 就是硬扛指数 延缓 调整时机 调整时间 因为现在的话呢 整个市场 它其实在中小盘而言 它已经进入到补涨2.0 补涨2.0 它进入到什么时候呢 二级出货 二级出货的这个阶段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很多的这个2.0的时候 骑票 的个股 它现在的话呢 开始调整一波 就开始走第二波了 但是这个第二波的话呢 有的人创新高 但是更多的 它实际上是在走这样一个 二级出货 同时3.0的第一波 3.0的第一波 也进入到尾声了 什么叫3.0的第一波 就是连板的呀 就是第一波行情连板的 3.0阶段 最近七八天开始走出 对吧 或者说从这个这里 从这里开始走出3.0 进入到这样一个尾声了 第一波行情 它进入到一个尾声了 用中正一千指数来看的话 就是从这一天 对吧 这里进入到3.0嘛 2.0之后 这里进入到这样一个 二级出货的 这样一个拉伸啊 然后3.0的话呢 出现第一波顶板的一个尾声 所以整个市场的话呢 它其实啊 对于2.0而言和3.0而言啊 尾声 第一波连板的一个尾声啊 开始出现 松动 开始出现炸板 那么整个市场的话呢 它为了延缓调整时间 实际上它延缓调整时间 呃 我们要我们要知道 一旦2.0结束和第一波结束 整个市场出现一波 关于啊 高位啊 高位 个股中小盘 炒作方向 那一波什么 一波集中性的杀跌啊 这是必然啊 它不可能一直涨 它涨完之后 它出完货之后 它就就该杀跌 记住就要跌 那么啊 现在硬扛指数的话呢 是给市场指数这一块 自制造一些啊 制造一些这个假象啊 扛着的假象啊 那么这种假象的话呢 它有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延缓调整 第二个的话呢 是给出货 给出货啊 争取什么 争取时间啊 空间啊 换句话说 它现在的话去扛指数 它就是一个延缓的一个过程啊 这目的的话呢 就是啊 让散户麻木一下啊 让你知道现在的话呢 就是啊 还有机会 整个市场的话 还有此期彼伏的这个个股涨停 比如说每天的涨停 都有一百多家啊 是不是 那么这种时候 散户的一个参与意愿 还是比较强的 他可能会忽视一些 盘面的一些其他方向 因为他们选择会重个股嘛 重个股 清止说 他可能就只关心 腰股这种方向啊 所以最终的话呢 还是要跌啊 所以如果这么去走的话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本质上还是在这个15分钟啊 这个第三笔上的 这样一个构造过程当中啊 那么随时可能会成功嘛 会结束啊 这是第一笔上啊 这是第二笔上 从昨天开始的话呢 进入到第三笔上啊 今天的话呢 是做了一个小小延续 这个这一点的话 我在昨天给大家讲了 也就是说整个走势的话 它其实已经走出来 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数层面啊 已经非常明显的共振了啊 那么这个共振的话 我我就 我用不精确的语言啊 不精确的级别啊 就是15分钟去共振一个5分钟啊 去共振一个5分钟 对吧 这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嘛 那你比如说上证指数啊 他从昨天的一个拉伸 对吧 到今天的一个回调 再到拉伸 他其实已经构出来一个非常典型的 5分钟的一个上涨走势 那么如果你 你也可以从这开始画啊 那就是变成了一个三段式的 二段力度放大 三段被持 那整个走势的话 你放大一下 他其实的话就是 呃 进入到 进入到一个 15分钟的第三笔上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可以放到这也行 你可以放到这也行 都行 然后第三笔上你这样去画 或者说从这开始也行啊 这个看你怎么去组合了啊 对吧 反正啊 这第三笔上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力度啊 是很明显的一个缩小啊 不过这种 这种通道式的一个拉伸啊 呃 他呈现出一点一点点通道式的这种拉伸的话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扛着不跌啊 我们本以前的话呢 把它叫做背了又背啊 扛着不跌啊 其实在之前也出现过这种走势嘛 在这一段时间 叫做背了又背啊 他其实有那么一点扛着不跌 他之所以能够扛着不跌 就是被高西谷给抬起来的啊 啊 而这种扛着不跌的话 有那么一点背了又背的这种感觉啊 而我在N9之前啊 在这一波行情当中 跟大家讲过一次背了又背啊 在这一次行情当中 也跟大家讲了一次背了又背 背了又背啊 在禅论里面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啊 背离的指标背离的又背离就是不跌吗 背离不是看跌吗 顶背离不是看跌吗 但是背离的不跌 他又背离多次背离啊 那么多次背离之后的演化方式 就很简单啊 就是一就是一周一波 1.1啊 就是一波集中式跳水啊 一种集中式的跳水 就是一波快速的风险释放 快速的风险释放 那么这种快速的风险释放 之后 整个市场的话 还有机会去延续原来的一个上涨 就比如说呃在之前没有有过 在这里哈 一波快速的一个下跌之后 单日下跌之后 单日风险释放之后 继续拉伸 所以这里的话呢 警方一根单阴线 单日下跌 沙沙的一个阴线出来 再往上去延续啊 好吧 那么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是什么 是确确实实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弱势的走法 这是一种什么呢 呃 四强 看似很强 是强 实弱的走法哈 实际上很弱 是啊 那么一种的话呢 呃 就是 还有一种比较强的一个走法 就是什么 就是扛着不跌啊 拒绝市场 拒绝下跌 那么这种拒绝下跌 但不代表他该有的调整 他不调整啊 对吧 强拉指数啊 强拉 指数 通过 拉高西 去强拉指数啊 在强拉指数的过程中 啊 过程中 啊 中小盘 啊 这个中小盘 以及这个低位大盘 他们是同步的 是吧 通借 借此 借机 啊 完成调整 呃 然后呢 呃 走出一波啊 走一波新的上涨 啊 也说这是第二种啊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啊 一波集中是跳水之后啊 背流背哈 呃 他还有一种走法就是什么 加速上涨 加速上涨 打破 啊 背离啊 彻底把背离给它打破 啊 所以这两种走法的话呢 呃 是技术面 很常见的一种 一种一种演化方式 啊 而现在整个主力资金 对吧 大哥 他去拉高西 印行指数啊 第二种 方式的话 就是他拒绝下跌 他真的是很强 然后一根中阳线 或者一根大阳线 往上拔起 拔起啊 这个拔起的话呢 呃 代表整个市场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啊 呃 这两种走势的话呢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走法哈 那么你问我 对吧 那大哥目前正在搞哪一种 我更加倾向于第一种啊 我更加倾向于第一种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做好 第一房第二种的准备啊 我们的仓位 我们的布局啊 可以根据第一种来 但是啊 我们同时也要提防 一旦走出第二种 我们要及时反应过来 好 这是考察的大家的一个 当下盘面观察的一个功夫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第一种概率更高呢 或者说更倾向于第一种呢 因为整个市场啊 目前成交量也 这个这个这个资金或者成交量啊 市场的一个整体情况 他不支持走第一种第二种 因为啊 我们都知道整个市场 目前的一个节奏是什么呢 目前一个整体节奏 就是在啊 为不断的补涨 补涨之后呢 不断的补涨1.0 啊 2.0 3.0 4.0 而大家看到了哈 每一次由1.0转到2.0 再转到3.0 再转到4.0的时候 中间啊 都有一波调整啊 都有一波较大的调整出现 你比如说 啊 补涨之后变2点 补涨1.0啊 这一波是补涨1.0 他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调整 而1.0变2.0这里的话 有一波非常明显的调整 老腰骨崩掉啊 2.0进入到3.0 有这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 那现在的话呢 2.0 3.0进入到4.0 啊 他进入到4.0 啊 他调整一波之后 进入到4.0的概率 和直接进入到4.0的概率 哪一个更大一些 啊 在之前的话 每一次都有一个调整 一个调整 或多或少 啊 对吧 那现在的话 他会不会同样有这样一个 呃 由3.0进入到4.0 这样一波调整出现呢 我认为 大概率啊 啊 这次盘面的话呢 这个资金流动的需要 如果说整个盘面 它是什么 它是增量资金 涌入的市场 增量资金不断涌入 那都他就不不不一定 就需要资金 有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过程 没有吗 而现在整个市场的话呢 他没有 实际上他没有增量资金入场了 他实际上还是存量资金 在不断的玩翘翘板 啊 从这儿流到那儿 从那儿流到这儿啊 引导一波行情 引导一类个股 然后走这样子反复 所以当存量资金 啊 对吧 玩这样一个板块轮动啊 风格啊 轮动 包括补涨轮动的游戏的时候 翘翘板游戏的时候 那么他就往往需要有一波调整 给资金做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过程 进而由2.0 3.0结束 进入到4.0 啊 这样一个阶段 看到吗 所以啊 我是倾向于有这样一个调整出现的 而这个调整的话 这风险释放是集中在2.0和3.0这一带的 也就是说目前正在爆炒的炒到高位的连板的中小盘 腰股啊 但是啊 1.0和4.0的方向啊 1.0和4.0方向 我认为它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啊 那除非4.0没有了 所以如果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 2.0啊 2.0 3.0要注意的是风险啊 释放啊 而1.0包括4.0 如果说跟着下跌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挖坑的机会 啊 一个下跌是真跌 大跌 跌下来之后没什么机会 最多就是一个二级出货 甚至一个弱弱的反弹 但是1.0和4.0部分个股的一个下跌 它反而是一个挖坑的机会 好吧 所以啊 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哈 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吧 呃 我比如说我倾向于第一种啊 刚刚讲的这个只是一个方面哈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把中午的视频讲太长啊 但是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啊 呃 那么我们继续看后半句哈 临界点即将到来 主力骗人的小心思不得不防啊 那么这个主力骗人的小心思 或者说临界点 那么这个临界点的话 我不多说了啊 因为昨天中午的视频 我说了这个临界点三参含义啊 那么今天的话就不重复它 好 第一 即将到来啊 也就是我们昨天说了三个临界点 现在的话呢 我认为等不了多久 可能就要到来了 可能就在下午啊 或者说明天啊 下周一啊 这样子啊 明天周四啊 或者说周五后天啊 这样子 这几天吧 反正就是这几天时间 而主力骗人的小心思 那么骗人的小心思是什么啊 各位 因为在技术面 它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 就是我们看一下日线的MACD啊 不管是什么指数 上证50也好 上证指数也好 整个MACD指标 包括中正1000 对吧 呃 中正1000 啊 上证50啊 他目前的话呢 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号 就是啊 我们以日线 护制为代表号 就是MACD将要去金叉了 MACD将要去金叉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指标 技术指标 MACD指标在某一个周期的零轴上方去金叉的话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看多信号啊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技术派 其实都在盯着这个MACD指标 看他能不能去金叉 一旦金叉的话 整个市场可能会涌入一波做多资金啊 技术派的做多资金啊 那么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说 哎 整个市场的话 在实际上进入到一个临界点 比如说接下来走一个中阳线 甚至大阳线的话啊 那么这个MACD必然金叉 啊 一金叉之后啊 MACD 是吧 像这里一样 对吧 零轴上方走一个金叉 那么整个市场 他就会走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行情 啊 但是我们也反复跟大家讲过 金叉不金 他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非常典型的技术片线 打个简单的比方 还是上证指数 那么在这里 是吧 啊 甚至在这里啊 以及呢这里 他其实有三次机会去走出金叉的这样一个信号 但是他最终的话都没有走出来 他将要去金叉 但是没有走出金叉 啊 最终的话呢 他走出来一个拉高 片线 你以为要去金叉了吗 没有 跌一波 第二次拉伸 你以为要金叉了吗 没有 他其实又跌了一波啊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要去提防 近似这个阶段哈 比如说啊 你你你看啊 今天的走势 就这一天 前面连续三天拉伸之后 然后走一个十字星啊 前面连续三天拉伸之后 今天走一个十字星 啊 是不是 然后走一波下跌 这个金叉的话呢 失败 金叉失败 将要去金叉 那么这个金叉 就要你金叉啊 你就是将要的意思 你金叉的形态就会被破坏 然后再次来一下啊 那么这一次又形成了一个片线 啊 片线 没有金叉 第四次 哎 才成功 啊 所以在这个金叉的道路上 他是充满取责的 他是充满取责的 他充满片线的啊 那么如果说主力资金 在这里的话呢 去做这样一个片线啊 做这样一个 加要去金叉 骗你在这里的话去看多 扛着不跌 骗你去看多 那么 反而容易套一波人 那么我们结合高息股 在这里扛跌 包括整个市场 1.0 2.0 3.0 4.0 它需要有这样一个资金条的过程 啊 或者说我倾向于走第一种 对不对 那么我就要去提防 这里他走出一个片线的走法 啊 正因为如此的话 我觉得咱必须要啊 在操作的层面 必须要我把我昨天中午视频说的那三点啊 依旧是要放在心上啊 好吧 那么 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话 我觉得我认为会比较精彩啊 因为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啊 考验大家的一个操作水平 看盘水平的时间 时刻到了啊 那所有的东西 我都跟大家提前讲了 那最终能不能够操作好 看大自己啊 让我来说 谢谢大家